歡迎好朋友來到 古海大丈夫 現場為您邀請到的是 詠誠國際投庫陳堅誠分析師 堅持老師好 堅持好 觀眾朋友好 大家好 今天星期五 重要的是今天是 13號星期五老師 今天是黑色星期五 對 今天的黑色星期五 發生在鞋身上 AI 昨天反彈很強 但今天卻又掉下來了 其實在走破底 因為什麼 我還是那句話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是 為什麼 之前開高走低 然後昨天反彈 今天立刻就殺下來 因為太多人在AI傷到了 太多人在AI高檔套牢了 所以前兩天還期待說 9月的營收這麼漂亮 對 特別技嘉 那10月應該 營收公布完的話 哇 這麼漂亮會走一個行情 對 結果沒有想到這麼大的利多 一天 對不對 你看到技嘉那個 營收這麼漂亮 很漂亮 對 這麼大的利多 是 居然開高走低 反彈一天 然後昨天反彈 今天就下去了 10塊錢今天 就在公 各位 如果你每天都有認真看我節目 這兩個月來 你知道 技嘉我就做一次 是 對不對 260 260 265 第一階一趟 到284 就是 就這一趟 後面我們帶你追 沒有 賣掉之後 漲到295 漲到300 跟我們沒關係 沒關係 可是很多人不是這樣操作 很多人賣之後 看他漲上去 再追回來 你前面 好不容易把你賺到2萬塊錢 白賺 又吐回去了 又吐回去了 對 好可惜 吐回去就算了 還倒賠呢 你如果290以上再追回來 現在回到原點了 是 倒虧 對啊 為什麼 你就是虧 賣了再追的差價 很多人都搞不懂這一點 所以 我才會跟各位講 其實 曾經被炒過的股票 你下面 不要隨便亂接 壓力重重 沒有我帶你做 你不要隨便自己亂做 懂 更不要去追反彈 追反彈一追 昨天的10塊 那如果有人 如果有人 我們就先講這檔技嘉好了 好 直接來現場教學 2376技嘉 直接實戰教學 解釋給您聽了 我本來還放在森達科 我這段這邊跟你講衛星 是 有沒有 老師看好的產業 你來做我的森達科 對啊 你來做我的同心店 對啊 你這幾天你就算追高 你會像AI這麼慘 你就像 你沒有跟我三頭斜照 我開牌你去追 追我成蓋股 你有這麼慘嗎 不會啊 不會啊 你看今天是這樣子的表現 但是呢 你看2376的技嘉 這對照組 你直接超級比一比 不看不知道 一看你嚇一跳 怎麼 欸 是這樣子走 跟剛剛的對比 這幾家 你有沒有看到 我回頭低階了 投信砍完了不要 我回頭低階 投信上來買了 我就丟給投信了 結果 可是呢 你們現在才要跟投信做 不是又被掏一次 是啊 那昨天的外資 也進來了 昨天漲十塊誰在做的 外資啊 可是今天 直接往下灌耶 對啊 所以他有賺頭嗎 我們跟你講 所以你不要跟外資做啊 你都不相信耶 賣兩拍了 我八月中的時候 我是不是拿外資的操作成本 跟投信的操作成本 跟你講過 有 對不對 還教你看 你看這一波的技嘉 彈上來 是 幅度不大 可是一根藏黑 就吃掉出來 昨天一彈 今天怎麼樣 再一根 再一根黑黑 已經回到當初我帶 你超底技嘉的 原點了 對啊 260附近了 那你說 老師那你當初在那邊買 那我這邊 交回來你當初買價格 那我是不是又可以再來 跟著你三頭邪照 來 各位 我上次買 我不見得這一次會買耶 因為這一次 上次三頭邪照 我就是搶個反彈耶 對 上次的三頭 這麼斜耶 結果這一次彈上去 只彈到這樣就回來了 很沒力耶 那你不擔心 這一次再來的三頭 是再這樣嗎 再往下嗎 那我再這樣 我也不是這邊買啊 我等怎麼樣 我等再來一個 對不對 同樣這一段 有沒有 這一段 有沒有 我再給你畫下來 哇 那這樣子滿足點 如果這邊給他破的話 那也得了 如果這邊再給他破的話 如果你這兩天 要去追的人怎麼辦 如果這邊給他破的話 下探兩百耶 你不要覺得我在恐嚇你 當初我在這邊 叫你不要追的時候 你也是不相信啊 在這邊 對不對 你寧可相信其他大廟分析師 對不對 我們是小和尚 我們這邊小和尚小廟 容不起大和尚 那你喜歡聽大和尚 告訴你在這邊去買技嘉的 老師之前八月中 三百七三百八 對 你在這邊 投信大買 你就覺得很安全 然後大和尚 也叫你在這邊跟著買 對不對 在這邊我叫你跟我做 220塊的細創 你不做 後來細創 找到三百啊 對 結果技嘉走這一段啊 往下 到底誰比較厲害 大和尚厲害 還有我們這種小和尚比較厲害 這邊老師說都是 反彈都是陶命波 我這小和尚我還是讀建宗的 底氣這麼強 我讀清大的 底氣這麼強 那台面上那些大和尚嗎 你去看一下他們的學歷好不好 你不要不相信啊 你不要認為說一個分析師 都在節目上 都可以露臉二三十年 你就覺得他功夫比較好 沒有啦 我們只是待在古墓沒有出來而已 對不對 楊過跟小龍女待在古墓都沒出來 他功夫有比較差嗎 沒有啊 OK 好 所以不要自己亂去亂接 如果你昨天真的不小心追的話 你就來問老師怎麼辦 我跟妳講 發育在這邊的地方的時候 我一直告訴你 我還用外資的成本 對 我還用投信的成本 對 如果你每天讓我認真看我節目 你應該記得我有跟你講過那個 紅線綠線教你怎麼看 我不用拿出來 我就拿出來重播講不完 對 教你看 他的買進賣出的成本價格 紅線綠線還給你看 到底他們是賺錢 有沒有賺 我現在跟你講這一個 你不要以為說老師 你的股票沒去嗎 你是沒有股票漲嗎 你怎麼老師要來講這一個 今天的承蓋股 今天的承蓋股一檔比一檔標 你去看歷智 261了 我等一下再給你看 一檔一檔給你看 好不好 因為很多人對他不死心 好不好 那我再跟你交代一下 這個叫做投信的買賣成本 是 對 好來 紅線是投信 買 綠線投信的買進成本 紅色買 綠色是投信的賣出成本 來 買 我8月中在這邊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把這個個股籌碼 外資投信成本線拿出來跟你講 有 我在那邊就跟你講 對不對 你不相信 現在你相不相信了 麻煩你看一下 投信的買進成本 股價都已經掉到這邊來了 還在 投信的買進成本還在這麼高 是 為什麼 就是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外資營在到貨 投信還天天撐 撐撐 有沒有 在8月底要撐金銷 要撐 把績銷撐在最高 撐到最後一個 那時候所有AI就是技嘉最強 對 所以檯面上很多大合上分析師 就怎麼樣 就一直叫你做技嘉 做技嘉 會員從這邊買到這邊的 新會員還在那邊繼續買 然後你們沒有入會的人 他一直跟你講技嘉康 技嘉康 你還在那邊死爆著技嘉 結果現在 這條線你看到的 投信的買均 跟投信的賣均 居然差這麼多 綠色是賣 所以他是 所以他認賠在砍 對 他是賠這麼大的空間 成本這麼高 買成本很高 砍是砍在那邊 所以我帶你在這邊 接技嘉之後 投信不是一路往下砍嗎 我說投信在砍 我就準備來三頭斜照了 有沒有 結果我買了 投信就開始買個幾百張 技嘉中股票 他之前在高檔是2000張 3000張的買 勉強給他撐住 請問現在買個兩三百張是要幹嘛 有辦法幫你護盤嗎 沒辦法 所以為什麼 因為已經怎麼樣 已經 這叫什麼 大軍換散了 遇政乏力了 他已經那個力道 越來越弱 越來越弱 已經被擊潰了 軍心換大 都已經大那裡頭各自飛了 那你再去看 投信從這邊一路買上來 他藍跟綠 買金跟賣出的成本的差距 都還沒有這麼大過 這很明顯這一段就是幹嘛 硬是炒作上去 然後怎麼樣 下來再認賠往下砍 對 你有辦法承受這樣的 追高再殺低嗎 沒有辦法嗎 那慢慢去想一想 你當初是看了誰的節目 來追在這邊 然後現在不知道怎麼辦的 你看你醒了沒 如果你因為看了分析師的節目 讓你去一直在這邊買進 然後現在在這邊 把你丟在旁邊的話 你應該醒了吧 你應該醒了吧 這麼清楚這麼明確 讓您直接看了 連投信 他們是這麼大的一個虧損 今天只要是AI 就是重災區 是 但是今天只要是陳蓋股 陳蓋威風誰與真空 那怎麼樣 每一黨都是 不要說漲停嘛 就標道不行嘛 真的就是強於大盤之外 而且真的是很強 我跟你講我昨天沒有時間 跟你交代那一檔羽龍 2233的羽龍 本來昨天老師都準備好要講 但是時間真的很有限 我一直跟你講說 我是一個帶你 三頭斜照 卻像2233羽龍 這檔羽龍 媽媽妳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種地方 都走平了 這種股票你一定不會想要 但是這種股票 你買起來放著等 現在的行情就是這樣 如果你不起草 跟我買起來等 然後大人來 棒棒兩根 搞不好明天就結束了 所以我開牌的股票 你不要隨便亂買 是啊 你說老師 昨天漲停今天就開始 早晚財經節目都在講了 今天早上有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昨天投信還買 投信 我不是跟你講說 我的操作就跟大勞映一樣 我要買在外資前 對 買在投信前 買在主力前面 你才能夠享受 被 風來了 被抬上去 主力的風抬上來 對不對 遇風而行 而不是做麻雀跟風 對不對 沒錯 那你猜 雨龍我什麼時候告訴你的 我什麼時候帶會員進場的 導播幫我重播 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講 這一檔不是這些股票 有雨龍 你們自己去看 宇宙的雨 2233 基隆的龍 代號2233 雨龍 今天他是漲 今天他跟著車 車用是啥 你去看 你看得懂圖的你也一看 雨龍也是 100 120 130 有的時候到140 就是這樣 他一定要創新高 不用啊 可是每次大家 被恐嚇的時候 指數在殺的時候 關你什麼股票都來殺 所以雨龍前一波不是到120 然後現在又100跌破 有沒有 但這幾天又上來 這一波來回到98 到98 今天默默的又到 對 又來了 我認為他這一波 又準備要來做120了 就是這樣 可是100到120 20% 20% 我說如果你一計就是20% 很穩定的 五年幾倍你知道嗎 38倍 你需要每天去跟著提財股走嗎 不用啊 我們熟的股票 有競爭力的股票 這家雨龍做什麼 這家雨龍他的大客戶 都是歐美的汽車大廠 所以今天車用長 他其實也默默的在往 你知道那個 我們燃油車是不是要那種 噴射引擎有沒有 噴射引擎那個噴嘴有沒有 就他做的喔 你看他跟世界大廠都保持很好的關係 穩穩的接單 穩穩的 那你現在 他現在切入醫療 醫療是不是要那個注射針頭 有沒有 紅利谷 老師想的紅利谷 分享給大家 這個我不用帶你做啦 我就這樣跟你講 時間到你就自己買進了 剛剛那個價格 我就說100 到了100你就眼睛就閉著買 你去看他去年賺多少 我跟你講他今年還在賺10塊耶 你還需要去買ETF嗎 這種公司 每年就給你賺10塊 股價才100塊 他這一個兩月他才除息耶 5塊耶 所以指令率多少 很高耶 5% 5% 對 很穩健 5%你現在 就算你去借信貸 那也才3% 你借信貸 你分他的股息 然後再去還信貸 你還近賺2%耶 懂 來 看到了喔 聽到了喔 老師都直接教你怎麼做耶 剛那一段 他是做什麼的 剛那一段 就是在 9月13 9月13的時候 是 在這裡的時候 你們如果有看我YT 我會會員消音 所以這一段 那一段就只有會員 可以聽得到 紅利鼓 所以你看到沒有 你如果跟我說老師 你在很遜耶 你在那邊講 然後怎麼樣 你看現在才漲 如果你要這樣覺得 如果你要這樣覺得說 一個分析師 跟你講一個月了 然後怎麼樣 才從110 因為我講那天是110 107 高110 我們就用110 不要用107 就110 到今天140 來 到今天140 對 一個月 一張3萬 對啊 而且你是快多少 將近30% 還不是20% 是將近30% 是 一個月30% 你嫌太少嗎 很多啊 如果你覺得 從這個9月 對不對 從9月到現在 9月13 今天13 剛好一個月 對啊就滿月 你如果覺得這一個月來 就這樣跟著我 買在起掌前 對不對 這兩天你一定聽到 一堆早上 晚上財經節目 都在講羽絨了嘛 對不對 你如果覺得跟我提早 一個月佈局 30%太少 那我就沒有辦法了 我們這是小廟 我是小和尚 沒有辦法 像檯面上那些 大廟大和尚 可以給你怎樣 好幾個這個 賺好幾桶金進來 那我就很抱歉了 我這是小廟 你要跟我報一個月 才會有30%的報酬率 小廟 就是這樣 山不再高有先則領 股票不再小 能賺錢最重要 你能夠買在起掌前 你這兩天 講他手上有羽絨的人 他有辦法 拿出我剛那一段嗎 對啊 提早看完 他拿得出來嗎 這兩根是扎扎實實喔 他拿得出來嗎 那如果你等到今天早上 才去追的話呢 是不是一差 這就差很多囉 你是買在起掌前 你才能夠賺到這兩根 好來 這就像台灣金銳 那時候台灣金銳也是啊 提前買好 立志 6719的立志 老陳米老陳粉 我們中市的觀眾 應該都知道 陳蓋股 6719的立志 從一月份來到中市 今天最高來到262 盤中已經創怎麼樣 近期的 這三個月來的波段新高了嘛 是 對不對 有沒有 有 是不是 同樣的道理啊 如果你懂得在 我告訴你不要做機價那時候 你把立志買進來 你會買在多少你知道嗎 210 哇 210 50塊價差耶 跟細創差不多 210 220 細創比立志先上去了 細創就是220 對 其實這幾個月來的低點 細創就是208 還206 跟立志差不多 是 細創先上去了 到300了 對 龜兔賽跑 這個立志沒比較差耶 它是溫溫的 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走 它沒比較差耶 210走到260 對不對 我剛給你比一下嘛 我就說同樣這個時間點 你去做技嘉 做偽創 做廣達跟做我的成概股 細創 力志 不是就慢慢的一直上去 然後股價不斷在創高嗎 211到260喔 今天到262了 成概微風誰與真風 一路這樣向上走 買在山頭斜角 你覺得穩 真的有比較差嗎 就剛那一檔雨龍 就一個月快30% 如果明天再開高就30%了 真的有比較差嗎 沒有嘛 對不對 成概股 好吧 我覺得 從1月到現在 10月 就再兩個月到一年了 我想我的操作 就是這麼簡單 是 你不用擔心 今天大盤大漲還大跌 特別不用擔心大跌的時候 我的股票怎麼辦 不會怎麼辦 放著時間到你就賺到錢 就這麼簡單 埋在起漲前 然後我們當大老鷹 等到外面大人們的力量來了 風來了 你就能夠遇風而上了 然後呢 我這段時間 我是不是邀請你這一檔 是 對不對 有 10月份開始邀請你 來嗎 你看一下 今天漲4.3% 我沒有 我一樣 我當時我跟妳講說 我會直接在節目 把這個離開 開拍 今年來我表演好幾次了對不對 是 好 來 這一檔 來 這就是 就是它 昨天跟你講它 對 今天 有沒有看到 今天 尾盤直接上去了 3.3% 3.35% 我前幾天 我有給你看到價格對不對 116 禮拜三那天 有沒有 這都可以直接開的 是 做不了假 到時候我們就現場開拍 這個是前天 昨天他休息一天 是 今天 今天 有沒有看到 116 到123 123 代表多少 7塊 對不對 可能就下一隻羽龍了 因為羽龍140了 對 對不對 123了 很快 下禮拜 你才短短兩個教育日 10張 7萬 你這段時間你有這樣 10張7萬重點是 它成本才117 對不對 廣告後 我再跟你講這一檔 好不好 他今天也很棒 廣告後 我跟你講這一段 廣告時間你要做什麼動作 加賴 如果你覺得這段時間 很難做不會做 或者你覺得 你的大廟大和尚 沒有帶你怎麼樣 賺到大錢的 我這小廟小和尚 一檔羽龍一個月 你就這樣乖乖跟我抱著 30%你要不要 要 那就廣告時間 加賴 打電話 都可以隨便你 好 時間本來給您加賴囉 我們好像今天沒有追 台積電跟環球晶 還來不及 台積電持續向上 表現都不錯對不對 對 沒錯 你看台積電我不用講 今天表現很好嘛 對 環球晶也是嘛 對不對 很穩嗎 可是我昨天跟你講 環球晶的時候 我還給你提一家公司 台勝科 3532 台勝科 一樣是做有矽晶圓 來 你有沒有看到 它默默地向上走喔 其實很低調沒有什麼人發現 可是它長得 有沒有看到 貴穩中求 穩穩向上 對不對 我們都是節目 講在前面 讓你後面可以印證的 有沒有 矽晶圓 好 來 繼續看 這是 還有這一個車用零組件 對 我剛剛是不是跟你講 羽龍對不對 對 忘掉羽龍了啦 兩根掌停都上去了 對啊 你要忘掉羽龍 接下來往前看 既然羽龍是車子 我還有跟車用相關的 我還有跟車用相關的 既然車用的 好 對不對 為什麼我給你挑這一檔 很簡單啊 營收從衰退到成長 是 有沒有 然後咧 這是今天喔 是 三塊半喔 像上這樣子推銷 有沒有 是 好 前幾天喔 三頭斜照 對不對 是不是三頭很斜吧 10月4號我也給你拿出來 對不對 兩塊 是天天追蹤的喔 幫你追蹤喔 來 10月4號我就給你看這張K線圖了對不對 剛上季線有沒有 有 黑色黑K 然後兩根紅K 是 記得 今天 可以給你對得起來喔 我不做假的啦 我不用那麼沒品好不好 拿假技巧來騙人 看到沒 今天喔 同樣 上一張K線在這邊嘛 對 多了三天 是 有沒有 來到這邊喔 是不是慢慢在墊高了 有 對 我告訴你 這個缺口 除泉的 一定會填泉 填息 就跟當初的細創 不但填息 還會 回到前高 你知道從這邊到這邊是多少嗎 20% 你想不想要 你要不要 想擁有來綠色框框趕快掃起來 我沒有給你誇大起始嘛 這邊到這邊 一倍 兩倍 實實在在富貴穩中求 實實在在一個月 你跟我10%20% 把錢都賺進來 不要賺這一支 又停損那一支 你自然怎麼樣 你就會大富大貴了 才能夠累積得起來啊 好不好 好 所以想跟老師 富貴穩中求這兩檔 美國基建股 還有車用大廠股 來 自己直接跟上 日色光光掃起來 大老雲專班 等著你一起來加入囉 再次感謝老師 我是不是跟你講 10月有關會全聯打 有啊 我們一檔一檔都會出去的對不對 要跟我做大老雲的 趕快電話打來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中文字幕 readsides 成八輪 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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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